大家好,欢迎收看教人财经,我是主持人沈彤 买房无疑是时下中国人最热议的话题 那么,到底因为哪些原因而拼死买房子呢? 首先,房子虽然是给人住的,但它却代表了你的绝大部分身家 在股市受过伤的转战楼市的人,感受恐怕是最为贴切的 房子天然不可能是仅用来住的,否则为什么CPI不将购房纳入消费行为呢? 这种低频高值消费行为要求你仔细斟酌 买房的时候要考虑地段、户型、商圈、医院、学校等诸多因素 谁敢否认,在当你买房子的时候,考虑这些因素难道不都是以投资的概念来筛选房子吗? 第二点呢,是房子是一笔风险准备金 当你有一套房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底气更足一些 敢于尝试以往不曾有过的消费行为 而当你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把房子卖了 能够瞬间扭转自己的困境 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创业的朋友通过抵押房子来获得第一笔启动资金 经营出现问题也能够以房子来周转 当然,当你家庭遭遇大病等不幸的时候 卖房子也是支持医疗的最后一步棋 第三,房子与教育永远也分不开 虽然现在我们试图努力避免人们过度因为孩子上学 而追逐学校周边的房子 但是我直言,目前以及未来还看不到彻底分离的可能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没有哪个名校周围的房子不贵的 即使是那些租房子即可入学的学校 周边的房子唯一的优势就是交通便利点 仅仅是因为交通便利也会比较贵 房子虽然不能解决子女教育质量 但能够提供氛围 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 家长们也是乐于购买的 第四则是绕不开的结婚生子问题 网上有很多的鸡汤 认为婚姻应该和房子脱钩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是越发的骨感 我们已经被现实训练得越发的务实 没有房子什么也不会干 而那些真正敢于裸婚的人 结果一般只有两个 一是继续在底层挣扎 一个是双方都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未来收入增长空间很大 房子已经提前预知了 第五点 房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种脸面 代表的是你的成绩 当你有一套房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身边的人都是羡慕嫉妒恨 别说这种感觉还真是挺不错的 买得起房子的人无论手笔资金是谁出的 至少代表了你能够调动资源来买房 那些贷款买房子的人 虽然不敢跳出去创业 但大部分人会更加努力的工作 收入增长的幅度也会很明显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可以关注靖人财经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